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 晴天慧正又来了 要与大家分享一道很好吃的菜 就是 酸菜炒豆芽 这个是豆芽 等一下我们要去汆烫 这个是酸菜 也叫做咸菜 还没切之前就像这样子 这是我制作的 然后我们所用的配料 就是牛肉丝 就是牛肉把它切 我们买的时候就已经一片一片了 然后把它 改刀切成小小块的 就是牛肉 还有这个是蒜米 还有这个是糖 还有红辣椒 这是一道很好吃的菜 吃得很开胃的 当然如果我们 没有这个牛肉也可以用猪肉 还是用虾仁也可以都好吃的 现在呢我们来汆烫这个豆芽了 汆烫豆芽呢就是不可以太久 下去呢把它 这样子 要大火 汆烫一会就可以了 出去那个豆腥味 等一下你炒就很快的速度 又脆又脆 又不会感觉那些 那个好像没有熟的味道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捞起来了 怎样炒豆芽好吃 就是要烫过才可以 来 准备炒 开始炒这个 酸菜跟豆芽了 烧了这个锅 然后 加一点点油 一点点就够了 这是橄榄油 才刚刚开的 但是如果吃一点点油 是很省的 这个橄榄油是比较贵 但是正是 对身体健康是 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烧了这个油 就倒这个放下去 已经煮了有点点微黄 我们就可以下这个 这个牛肉下去 牛肉也是有点点油 然后这个 辣椒 然后再下这个酸菜 酸菜 酸菜 酸菜是可以做很多的去吧 就可以去 煮汤 酸菜汤很好吃 酸菜煮鱼头 变酸菜 汤 哇 那个是很美味的 夹药 我吃一下 看看它的 咸度有多少 但是咸度有很多 然后加一点 我就加这个糖 你看不喝水锅 不懂啊 不是那个什么 那个大厨师 就是每天炒就甩过 因为我都不甩过 因为我每天煮五百个人吃 都是很大的一个锅 不能这样甩 甩就是不懂的甩锅 然后我们来加这个蘑菇筋 等一下酸酸又甜甜的 真好吃 然后已经炒了 它已经入味了 其实这个酸菜已经熟了的东西 已经连了 酸酸酸两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这样这个豆芽倒下去 已经炒好了咯 把它拌匀就可以盛锅了 盛锅盛在这个盘里面 熄火 很快 美美的好吃又开胃 不知道所有的好友看到会不会下早 我每次煮东西都是那么多 因为家里很多人 所以就煮多咯 好咯 今天我们这道酸菜炒豆 已经煮好了咯 我来要来试一下 刚才那么多的牛肉在里面 但是没有看到 这个有一块牛肉 我来吃 好吃 刚才没有下盐子 下那个蘑菇筋还有糖 好吃 这时候糖有这么一汤匙 好吃好吃好吃 今天这个视频就以你们分享到这里咯 不要忘记了订阅 点赞 还有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